看看我这个文化底蕴 开口就是两句诗我跟你说 这个文化造的真的是有多高 我就不谈了好吧 不谈了 真的吗 那个念义吗 不造诣是吧 我造了二十几年纸 今天才知道是造诣 好尴尬呀 先看看冷跳话 缓解一下这个尴尬的气氛 我朋友老胡发了这条朋友圈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微信用户 只展示三天的朋友圈状态 因为识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你这个冷笑话 你自己笑得出来吗 我可是幽魔大王 笑点很高的 冷笑话 是失败的段子手 最后的保护伞 是他们自尊心最后的一块 这些人 是谁说不好笑的笑话 就可以叫冷笑话了 笑话不好笑那不是废话吗 怎么就叫冷笑话了呢 大家都是正经人 办事又牢靠知道不 正经我豹哥人很话不多 你要敢乱来 他就发朋友圈 人在江湖行走 靠的就是信誉 送外卖就可以骗人了吗 帅哥出来一下 外卖已经到楼下了 我在楼下没看到你 尴尬 是这样 你等我 我马上到了 大家都是行走社会的 小伙子你咋偏人呢 豹哥你是社会人 我这就是打个提前量 你懂的 别刷朋友圈了 赶紧把饭给我送来 要饿出人命了 其实可以理解啊 因为这个外卖小哥是真的特别不容易 因为他们每一趟要送很多外卖 为了保证效率 打一点提前量还是很有必要的 好了 还是来看看今天我在微信群聊里发起的话题讨论吧 今天的话题是分享一些冷知识 前方一大波知识点正在靠近同学们上课 老铁们大家都是文化人 有没有什么比较不为人熟知的知识可以分享给我呢 分享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的冷知识吧 打火机其实比火柴发明的更早哟 是真的吗 那为什么卖火柴的小女孩不卖打火机呢 你们知道吗 小鸭子会跟随最初出生十分钟见的最多的动物 今天才发现朋友圈里隐藏着一枚生物学家 冷知识时间 事实上被椰子砸死的几率比被鲨鱼咬死的几率更大哟 我 我是该说鲨鱼温柔还是椰子太狠了呢 来来来 我也说一个 知道海盗为什么经常遮住眼睛吗 那是他们为了增强自己的夜视能力 大夜了 我还以为纯粹就是为了哭呢 知道吗 女性比男性的痛觉神经更多 但是男性更怕痛 才没有 我不怕打针 骗人是小狗 哇